这些一系列的事情都让我觉得 就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监狱一样 为了不被抓你 你只能就是苟且地活着 但是可能就对于有些人来说 那样活着感觉挺没有尊严的 我是思琪的朋友 在这次白纸运动中 我有四个认识的朋友都被抓了 他们是李思琪 翟登瑞 杨柳和她的男朋友 林云 我和思琪相识 于北京的一个艺术小组活动 但我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听说 在真经海内外的白纸运动中 思琪已经被带走 被于最近批准被逮捕时 我非常心痛 也不敢相信 一个在生活中如此低调的女孩 竟然成为了这个体质的牺牲品 在看守所里 思琪一定经历了身心巨大的折磨 我是1月15日才知道思琪被带走了 直到这件事之后 我开始深信 朋友圈那些回归正常生活的年轻人 重新开始的各种活动 都是思琪一众人牺牲换来的 那穿名单里我认识的人有四个 她们平时是多么有才华 多么出色 如今却在三年非正常的管控之后 再次遭受了铁拳 思琪是个非常善良而低调的才女 她很关注女性和弱势群体 作为一个记者媒体人 她总是喜欢用文字平静地 抛写这个社会的问题 她喜欢看可以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 夏天我们在胡同思琪的小屋里 看完了Bmovie 一部关于东德底下音乐人的纪录片 之后思琪弹着巴赫的曲子 电钢琴一直是她的爱好 她很喜欢伦敦 回国之后她作为自由撰稿人 收入并没有让她过上物质 丰富的生活 在生活成本日益高昂的 北京古楼地区 思琪很少在外面消费 在疫情之中 她住的片区也曾被铁皮封锁 我们在一起吐槽 各自的军委会是如何的管理 混乱而荒谬 最后一次联络是 她去一屋之前 我想约她吃饭 并一起画她在胡同 捡的那把吉他 但她在等一个采访 之后她去一屋 因为北京严格的风控 她在十月回京困难 我出国之前 我和思琪没有见面 之后并没有再联络 她回到北京之后 国内又发生了许多事情 在这段动荡的时期 我以为思琪不会走上街头 加入集会的队伍 但是我又毫不意外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她 体恤受苦的个体 不畏强权 包括那些消失了的年轻人 他们只是在表达合理的诉求 如今却要被关押在看守所 我想对思琪和那些 消失的年轻人们说 你们没有做错 正是你们的勇敢 才结束了三年之久的 防疫风控 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思琪希望你平安 也希望你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